班杨 欢迎来到我们飞斗的六哩学的活动 六哲學活動是我們Faito 長期舉辦的公開的哲學沙龍演講 這系列活動也是由台北市 嚴平校友基金一隊的贊助 以這邊表示感謝 今天很高興的我們要請到 基金信老師 他算是台灣研究歐陸哲學的 比較年輕的學者 今天他要來跟我們講的是 非常重要的一位法國哲學家 叫德西達 那相信各位都聽過德西達的解構主義 但解構主義到底要解構什麼東西 OK 那他主要探討的對象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也要很高興的請 基金信老師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德西達到底是做什麼 那什麼是他的解構思想 我們請掌聲歡迎基金信老師 那個我現場還是不習慣用泡泡 我在學校喝水不用點湯 通常不用泡泡 因為我總覺得我講的話 沒什麼泡也沒有泡 也沒有泡 但我覺得也是代表說 我對哲學的想像它應該是蠻生活感的 不是你來聽然後聽了幾個原則 然後生活中就一樂而解 學哲學樂總覺得發現 沒有生活好像只會越來越困難 好 我的奇怪可能我大概是一下寫了 為了這個演講寫了筆記 大概兩篇吧 大概接近一萬多次了 一萬多次了 那在現場現在我已經寫筆記 到時候我會請費多把它在我臉書寫完後 轉貼到那邊去 所以今天在現場上你們就盡可能就跟著一起去想 一起去思考 這到底是什麼 也許你不用忙碌的去做筆記 那到時候聽完以後 然後回去再看筆記的時候 好像懂一點點 那也許你就可以來讀這本書 我們國內有翻譯書寫與差異 我當年在當學生的時候 好像他好像是這幾年才翻譯的 所以那時候還沒有 講一講我自己的經驗 我自己研究是海德格 可是我原本在讀研究所的時候 我在大學的時候在讀的時候 我很迷戀德西達 可是我不知道我讀懂了什麼 老實講很多情況是這樣 我不知道我讀懂了什麼 然後好像有句話 有些他在讀 我當時讀英文本 然後很多東西在讀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有感應 可是那感應是什麼 不知道 那我進了政大以後 剛好沒有老師在教德西達 剛好我們比較多是現象學跟全職學 所以我那時候選的是讀海德格 那十一年的時間吧 碩伯伯伯伯的時間 我還是在讀 剩下在讀德西達 所以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慢慢摸索出來 摸索出來我會覺得說 好像在解釋當年感動是什麼 可是你知道你感動的話 你可以噴發出一堆想法 可是哲學功夫好像要把它解釋成說 從頭到尾是說得通的 說得通的 所以我今天在 在之前來這裡之前 我的介紹就是說 我要講的是德西達前後思想 OK 是什麼 憑什麼跟為什麼 其實我們在學院裡頭做的功夫 就是這個樣子 平常學院之外你也可以讀 可是也許在學院裡頭 更多的時間 還有一種閱讀的習慣是 你要解釋 解構主義是什麼 OK 至少明確跟人家講 他跟其他哲學不太一樣 他特色是什麼 然後 憑什麼 也就是說 你既然主張這樣的話 那你要說服我說 你講的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OK 不是說 三千半夜有感動 文字啪啪 就這樣跑出來 或者一直講這樣 然後講評審 至少好像讓我們聽得就 好像有道理 好像有道理 所以為什麼 然後最後 要評審 然後最後說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談 為什麼要這樣談 所以我們在過程當中 一直要把這三個東西 把它解釋出來 這是我當年 還沒有能力處理的時候 這三個問題可能 埋在我心裡頭 可是我一直說不出來 所以十幾年的時間 我大概在挖掘這個 有這個翻譯本 大概五百多頁吧 五百多頁 OK 蠻建議大家 聽完以後 如果你對德西塔有興趣的話 也許去找一本這樣的書 我覺得蠻有點意思的 但有人可能不喜歡 他的論述文革 但有人可能很迷戀 而且經典就這樣 再重讀一次 我今天跟你講的 某一種德西塔的解讀 但是我包括你 也包括我 我在重讀的時候 可能又覺得 又有新的想法 所以這是目前為止 我覺得一個解釋 德西塔結構思想的 一種可能 你可以試試看 至少我試著去 把它的說服力 把它拿出來 好 終究我們必須學會經驗 我們可以慢慢把文字 秀出來 好 可以點幾句 對 文字量還蠻大的 OK 到時候我再回去把它整理一點點 你會把它扣上去這樣 好 OK 經驗 我們怎麼樣談經驗 其實這一段是我從他的另外一本書 應該叫馬克思的幽靈底頭的開場白 抄下來 我覺得這一段蠻好的 我們想像 我覺得現在大家會覺得哲學印象就是天馬星空 但讀過哲學 哲學系的人大概都有這個經驗才怪 就是說 我們覺得哲學是天馬星空 然後講什麼都可以 可是我們考研究所 我們考那個碩博論論 我就知道 經驗跟我的想法 你說什麼都不可以 你會被老師吊到一個爆炸 OK 所以要有文獻 然後要有說服力拉出來 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們先不把哲學當成是一種懸詩 而是我覺得它的說服力在 它要講的是很簡單很簡單的東西 OK 我們談每個人必須學會經驗 OK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經驗這個字 代表是什麼東西 經驗代表是什麼東西 OK 好 我來念一念它的 它怎麼去講 它說 終究我們必須學會經驗 但是我們要學會什麼經驗 還有如何經驗 它說至少有兩種程式的經驗 一種經過文化系的理智組織過的經驗 這是結構我們日常社會秩序的經驗 而在另外一種經驗中 我們對一個經驗既不失所措又無以明知 人們說這時候你正在經歷 正在經驗 你生活中有一種東西這樣 我們學過了 欸我就有經驗了 另外一種是 我們正在碰觸它 但是過去我所學會的東西 還沒辦法去描繪它 我覺得我正在 英文叫on the go 我正在經歷 所以我正在經驗它 OK 好 等一下說後一種經驗 第二種那種經驗 是比較嚴格意義下的經驗 因為這種經驗 未經過任何概念 只是來到我們眼下 是一種嚴格意義下的純粹經驗 對它沒有任何的概念 你不知道用什麼語詞去描述它 然而在什麼樣的條件下 這種純粹意義下的經驗 是一種經驗呢 這種經驗是不是只有經過 流過 存在過 對一個未曾命名過的 消失之深 我們有什麼經驗可以 我舉個例子 你在看著我們這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在讀的時候 有時候需要一點幻想 它到底在講什麼 OK 但是不是很不日常 可是我們練的功夫 就是要把它講得很日常 OK 你想一想 你今天來到貝多聽演講之前 從你家出門 OK 也許你坐捷運坐公車 然後下來 然後再走到經過那個市場 走到這個地方來 我想問你見過多少張臉孔 還記得他們長什麼樣子嗎 還記得他們長什麼樣子嗎 OK 你再想一想 在這個路上你遇到了一個熟人 也許這裡頭有幾個我們聽過演講 我們會過面的朋友 OK 你會覺得 你可能今天回去的時候 跟另外一個朋友講說 你知道我在路上就遇到了 夜號老師或是基金師老師 或者遇到你一個 我居然遇到我一個老同學 經歷過這麼多張臉孔 只有一張臉孔 你會記得 OK 這代表說什麼呢 我們通常講的經驗是有組織過的 有編碼過的 所以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彷彿在這個會場上 可能是第幾次見面 或者第一次見面 OK 但是你知道嗎 有可能我們在台北市走來走去的時候 我們其實已經會面過了 可是當時你不認識我 我不認識你 你這張臉不進入我的經驗當中 OK 德里亞在講一個什麼東西 什麼叫純粹的經驗 什麼叫面對面的經驗 你知道我們認識了之後 我就會說 這個是費多 我跟之前講遇到的老朋友 在這形容過程當中 我已經有一個定位 我已經給他一個定位了 OK 我以後 也從這個地方開始 等我第二次 第三次見面的時候 我就從這裡開始 OK 你們看到我 會想到說 阿 季老師 那個曾大佛士 或者在斯大任教老師 那個教哲學的 你下次再看到我 你也從這個印象開始 OK 我們再也不是那個 你從家裡到路上 經過的每一張臉孔 OK 但是如果說 你對我這樣的形容 我對你這樣的形容 其實他已經被編碼過 被組織過了 那麼德西達就在講 這好像已經不是純粹的經驗 他之生了 純粹的經驗反而是那個 不可說 而且因為沒有被編碼 所以他已經流過去的那個經驗 所以他說有兩種經驗 一種是組織過的 一種是沒有編碼過的 OK 講這個東西要幹嘛 講這個東西要幹嘛 他在回應他一個老師 或者應該說是他前輩 可能不是眼科醫下的那個老師 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博士 然後你的那個指導教授那個老師 OK 是他一個前輩 他叫Liminas Liminas在問一種東西 有一個概念叫他者 他者 你們也許聽過 然後Liminas提出一個 論語發表 叫做直接的面對面 OK 我們在看 直接面對面 我跟你就是要面對面 但在Liminas 或者在德西達來講說 這也許不是這麼純粹的 直接的面對面 你生活中面對某一個朋友 家人 你老婆 你父母 你的小孩 其實在你們之間的 面對面當中 我想你面對你的小孩 面對你的老婆 面對你的父母 面對你的朋友 師長 同事 態度其實是有所轉化 這就是社會化的過程 OK 所以我們真的能夠 沒有面對 直接的面對面 還是在我跟你的 每一個交談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有社會化的中介在你頭 OK 我面對的是我的小孩 我在他面前 我是作為一個父親 不是那個直接的面對面 所以這中間有 則覺得說這是一個中介 這是一個中介 你正在這一個 已經被中介了 我跟你不是直接面對面 因為我要跟你相處 你是我的同事 你是我的小孩 我要跟你相處的話 我需要這個社會化的中介的話 那我們如何直接的面對面 OK 所以你知道嗎 當我去理解你的時候 或者甚至我去描述你 你已經不是你自己了 你是透過中間有一個 一個整合過的過程才來的 我在課堂上 面對學生的時候 我想也不是 我們一直想說 放下老師 學生這些東西 但沒那麼容易 沒那麼容易 完完全全的 完完全全的 純粹的 很難 很難 對 而且這個中介 不一定都是壞處 因為當我站在講台上 OK 你會 我們一般是看到那個負面 就是說你作為一個老師 好像跟學生有階級之分 可是相對的 我也可能作為一個老師 我覺得我今天站在講台上 兩個小時 我負責某一種責任 OK 不像是我平常回家 我平常我老婆 或者我遇到另外一個朋友 隨性的哈拉 不行 我必須要整理一下 把自己整理好 也要把我講的東西整理好 我才能夠站到這個台上 所以他在思考那個李明達是說 有一種直接的面對面 直接的他著經驗 the other the other 相對於什麼 the system 系統化 系統化的處理 而系統化不能處理的 剛好就是那個他著 所以我們講說 在我跟你之間有社會化的 的中介在一頭 OK 但是我想講是純粹的 那一個你 純粹的你 而不是有一個社會化中介 建構那個你 我們有辦法做到嗎 有辦法做到嗎 然後另外一個 這時候你想到這的話 你應該想 要幹嘛 為什麼這會是個問題要幹嘛 其實這點很重要 否則的話我們就進入說 哇那個德西達說什麼 李明達說什麼 李明達說什麼 但是回到我們日常的那個 比如說就算提出了 對對對 是有這個 是好像有這個東西 但要幹嘛 要幹嘛 OK 好我們往下稍微往下走快點 好這裡頭有一篇在 在這個書寫與差異裡頭 因為它是算是一個論文集 然後這裡頭有一篇論文特別長 專門討論迪賓納斯 從迪賓納斯再穿出去去回答 傳統哲學的問題 以及回應了海德格 這一篇文章有一百多頁 有沒有一百五十頁 幾乎可以獨立出一本書了 這篇文章叫做《喜藏學與暴力》 等一下 OK 而德西達的解構思想 我們年輕的時候讀得很high 也很刺激就是說 他好像就是要瓦解形上學 瓦解一切的意識形態 所以感覺很叛逆 所以我們在讀的時候 可是在讀的時候你會發現 奇怪 德西達沒有想像的 像馬克思主義者或其他哲學者 或海德格那一種 覺得好像非常的暴力 奇怪 結構不是要瓦解對手嗎 可是讀起來你會發現 德西達不是這個棋子 德西達非常柔 非常的陰柔 讀起來甚至有點像班牙明 你會覺得說你是不是有點難以取捨 你是不是有一個難以 他是一個很愛閱讀的傢伙 而且他讀得很細節 甚至你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玩物上次是那種細節 就是說你會針對某些太細節中 一直在轉 再轉 然後你要整篇讀完 再讀完再讀完再多少年 會發現 欸等等 這叫我好像有說出一些有趣的東西 對 所以一開始 不像傳統古典哲學這樣 好像像讀康德這樣 一段邏輯吃完 再吃下一段 再吃下一段 要很工整的 其實有時候德西達 我們自己越讀之前 你今天不是這樣 反而覺得你到底看到了什麼 摸索到什麼 他很像你深夜的時候在讀書 然後一直在寫筆記 他把目的一直敲出來 也許他也刻意在做這件事情 OK 我跟你講解構是陰柔的 那這個題 這一篇文章 在俗解才藝這一篇很長的文章 叫做形上學暴力 題目你就知道 形上學是一種暴力 OK 你馬上去想 形上學是一種暴力 OK 所以形上學有一種意識形態 所以我要解構形上學 我要瓦解形上學嗎 可是你光是這樣想就知道 你有必要對形上學這麼仇恨嗎 OK 我舉個很現實的問題 現在你都懷疑 哲學系的必修課 還開不開形上學 恰可惜沒形上學就算了 OK 你連通識 可能都沒有人在開形上學 OK 你對一個東西斤斤計較 可是那個東西在我們現實生活 已經不起作用了 有必要嗎 有必要嗎 OK 所以他講的形上學 可能是另外一種意向的形上學 這個他的形上學概念 第一個來自於德西達當學生的時候 他很喜歡讀的一個作家 他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20世紀最絕 可能是歐陸哲學最重要的哪一個作家 海德哥 海德哥一輩子都在搞形上學問題 OK 可是為什麼海德哥那麼重要 如果形上學如同我剛才所說的 他只是哲學系的一門課程 現在沒有人在讀他的 你拼命的對他有恨 要解決他要幹嘛 所以海德哥在1927年初學的時間以來 30年 50年都一直在思考形上學問題 他在幹什麼 所以海德哥談了形上學 是另外一種廣義的形上學 他要證明是你日常生活 你以為你沒有修哲學系的課 你腦子裡頭就沒有形上學 然後海德哥中期醫生告訴你說 恰恰想犯 這因為你不懂 你不懂你形上學 你受形上學限制 這有點像是正好因為我們不懂經濟學 我們不懂經濟學的事項 所以我平常在講平經濟 平經濟的時候 你知道你受限於經濟的 經濟學的某一種主張的事項 這是我以前讀大學的時候讀商學 因為後來讀哲學系最大的感慨 因為我後來因為教書 教通是 要教一些很現代生活的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從 必須要去教一些經濟學的事項 因為大家天天在講平經濟 我開始在準備這些課程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我以前在商學院讀到的經濟學 其實是一種經濟學 它是偏自由主義的經濟學 而且是透過數學模特兒建立的經濟學 可是當我讀到某一些 像馬克思也是經濟學 我讀到了卡爾柏拉尼經濟學 我發現經濟學有很多 但為什麼以前我想到的經濟學只有一種 所以這證明說 當你不懂經濟學史的時候 你可能才受限於某一種經濟思考 我們所有人都沒讀過經濟學 郭台銘也沒讀過 郭台銘也沒有了解過 而郭台銘想像的經濟是一種 而且可能是最巴拉的那一種 我意思是說 當你不懂 你同樣的道理去推論的話 你知道嗎 當你以為你沒讀過形象學 所以你沒有形象學思考 那海德格跟德西大學 正常發覺說 恰恰相反 你可能有形象學思考 因為形象學任何思想 就好像融解在我們空氣當中 而且你知道 你聽過一句話 他叫哲學是所有科學之母 也許今天已經不是了 在古代是 所以哲學設想形象學那個方式 你知道嗎 最厲害是 他不在形象學之謎 還在說過一句話 哲學的終結 形象學的終結 代表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哲學的退位讓科學上去了 但你知道科學是他兒子 他自己變得太上皇了 他現在隱身了 所以哲學、形象學反而無所不在 所以哲學的終結那個字 END 終結這個字有代表目的地 哲學的目的就是要走向終結 就是你知道嗎 我的全面載字出現在於 你們越來越不把哲學 當成一個需要去讀的知識 因為我已經不需要那個東西了 所以還在臨備在思考形象學 OK 形象學是什麼 如果你讀過 我們拿最簡單也最開端的那個東西 叫柏拉圖 柏拉圖 柏拉圖的理型說 或者柏拉圖是西方形象學開端 他教會你說什麼東西 他說經驗裡頭的東西 都是不純粹的 不純粹的 可是理智或理性 卻可以讓我們看到經驗中的純粹 心理中你沒有看過完美的指教 沒有看過純粹的圓 完美的圓你知道嗎 我們說日本人也比較圓 月餅也蠻圓的 但是你知道嗎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圓 也就是從圓星到圓周上每一個點 是完美的都是等長 你找不到那個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從不完美經驗設想 看到完美的經驗 把我們原本設想這個東西要幹嘛 他說你這輩子看過很多政治 OK 你沒看過一個完美的政黨 OK 這個有缺點 民進黨有缺點 國民黨有缺點 OK在他 博拉圖那臉帶 他可能會看到寡頭政治有缺點 獨裁政治有缺點 民主 貴族政治都有缺點 但我們從這些不完美的經驗 我們就可以設想 不純粹的不完美的經驗 設想一個純粹的完美的理性 他懂是什麼 因此我可以去設想 什麼是完美的東西 博拉圖這個想法可能來自於 希臘的或者埃及的某一種東西 叫做幾何學 我們剛才說 現實生活中沒看過完美的指教 你任何這個牆角量看看 如果你用很緊密的測算的話去量它 它絕對不是90度 但在我們設想中90度是什麼意思 這世界上也沒有完美的平行線 也就是在無限的情況下 無限延伸過程上它還是用不相交 然後我們的數學界就可以設想這個東西 它用這個東西去講 現實生活中都是不純粹的經驗 然後你可以去設想 純粹的經驗是什麼 在這個我們日常生活中 你沒看過道德完美無缺的完人 然後我們卻可以去設想一個道德無缺 一個完美的情況到底是什麼 因此我們可以建立什麼 倫理學 你沒看過完美的政治行為 政黨 然後你可以設想一個好的政府 應該做什麼 那是在理型界 理想界 因此你可以設想政治學 這叫做柏拉圖的形而上學 形而上學 OK 如果你現在想在想說 喔喔喔 為什麼叫形而上 看不見 形而下是看得見摸得著 可是柏拉圖說 你不能停留在經驗界 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 它不夠純粹 而是看不見 而要從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 去看到後面那個 看不見摸不著 但是我們理性 已經不是後悟你的感官 而是你的理性 能夠建構出來那個完美的 我們從那裡去講 政治學應該追求什麼 倫理學要追求什麼 甚至如果有幾個學話 你可以說數學和科學代表什麼 OK 所以西方形上學 為什麼我們柏拉圖 為什麼影響了2000年 2000年過程中 不是每個學者都是柏拉圖的 的學者 也不是每一個哲學家 思想家都說 他是個柏拉圖主義 跟海德克曾經說過一句話說 就某個意義上 我們都是柏拉圖主義者 意思是說什麼 我們一代再換一代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你那個model不太對 邏輯上不太對 或者經驗上不太對 我覺得要換一個 再換一個 OK 換言之 我們其實是在那個model上面 在動手腳 所以西方有一種思考習慣 是說我們不要停留在 感官世界的層次 我們要到形而上的層次 建立那種理論 政治學 倫理學 經濟學 甚至到後面有科學 我們用那一個視角 完美的視角回來看 你就知道 這個不完美的世界 應該怎麼樣的改進 改進 改善它 OK 這才叫做形而上學 對 形而上學 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一個海德格會說出來的命題就是 那麼我們一個印象是 科學是反對形而上學的 可能如果海德格那個思考 說服你的話他會說 沒有 科學才是形上學 聽懂啊 科學才是形上學 OK 雖然我在這個講的時候講過 再講一次 因為我以前是理科的學生 可是等到你看到科學哲學 在討論的時候才覺得有趣 OK 紐頓三大定理 慣性定義什麼 慣性定義怎麼跟你講的 三大定理你知道嗎 動著很動 靜著很近 如果你在一個粗糙的平面上 推一個力量推一個東西 OK 跟在一個光滑 光滑的平面上推一個東西 光滑的平面上走得比較遠 粗糙的平面比較近 為什麼 紐頓假設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的情況下 它抵消 所以光滑的因為摩擦力比較小 阻力比較小 所以同樣推一個力道 它走得比較遠 OK 我們都說科學是很講經驗的 是要驗證的 麻煩的是科學哲學當年 當牛頓當時在提出這個定理的時候 他被他的物理學前輩指責就是說 你這個根本就是在空想 因為你這個沒辦法經驗減證 跟我們相反 我們以為現代科學是經驗減證 可是牛頓的光是 不要先不要講他後面物理學成就 先講他這個前提 三大定理的慣性定義 他就是一個不能減證 為什麼不能減證呢 因為不存在哪一個完全沒有摩擦力的體面 一 二 就算今年 現在我們的科學可以做出這樣的一個條件 完全無摩擦力的空間 而且你可以設想 也許沒有無限的空間 可是你要是走圓的 OK 走圓的 那我們就驗證這條定理 可是問題是你知道嗎 牛頓當時是說 依照我這個推移沒有摩擦力 沒有阻力 你推一個東西他永遠停不下來 麻煩來了 他怎麼減證 永遠停不下來 今天我在清華大學在做這個實驗 也許在我老死的時候我發現他還沒停下來 他驗證了嗎 我的兒子 我兒子在生兒子 我孫子到他老死的時候 我爺爺當年看過他沒停下來 我現在也90多了 我現在看他也沒停下來 他驗證了嗎 沒有 因為他永遠停不下來 所以科學並不是建立在經驗解分上 科學是建立在經驗上 我去因此抽象出一種純粹的概念 通過推論去推導出一個完美純粹的概念 因此建立一套系統化解釋它的方式 而現代自然科學甚至把這個系統化 從前律略開始 前律略甚至規定說 這個系統化解決方式必須是初學式 是通過計算的 你這樣就想通了 喔 還得說那句話 科學不見得反對形成上學 也許科學才是形成上學態度的完美接班 OK 在2000年前 布拉圖斯的從我們今天找到那個純粹經驗 它是怎麼樣 推銷之後得到一個簡單的概念 定義 然後推銷出一整個系統 科學只多做一件事情 這個系統還用計算的方式去出場 如果這樣的話 你再去想一件事情 海德克的有一個師傅 布塞爾 他有一本書叫 《歐洲科學危機與超越現象學》 這裡頭一個核心的觀念是什麼 他說 茄律略 我們說茄律略跟紐頓一樣 是近代科學的一個奠基者 他是很重要的人物 然後布塞爾給他的一個 一個形容詞是什麼 茄律略是現代科學最偉大的發現者 同時也是一個欺騙者 OK 後面前面那個我們很知道 後面那個句話是什麼意思 那這個欺騙者 他意思是說事物 你要計算事物的運動 事物有很多的面向 凡是事物都有它可計算的面向 可是誰把可計算的面向 規定成為說 這是事物的客觀面向 OK 我們科學是處理事物的可計算面向 我懂 但你說這個可計算面向 也就是客觀的面向 欸 有點多 雖然你會覺得直覺上也對 因為凡是事物都有數量 可計量的面向 而只要我特別去描述這個東西 任何人都會知道 都可以檢測他是對的 比方說我的身高170 我的體重70 假設是這樣 OK 這個數字只要沒有量錯的話 任何人可以再量一次 可以得到這個客觀面向 但我意思是說 當你描述我 你經驗我 你想像一個畫面蠻好玩的說 我了解解老師啊 他就那個身高170 體重70的那傢伙 也對 但哪裡錯了 OK 你又用很科學的方式 就是可能是用這種方式 也許你可以在我身上 可以測出更多的數字 數字 然後你會覺得不太對 這好像不是我 OK 但你也是我 但意思就是說 潔力略把事物的可計算面向 當成是事物的唯一的客觀面向 所以胡塞爾才會說 他是最偉大的發現者 事物是有可計算的面向 但是你的最偉大的欺騙者 就是你把他當成是唯一客觀的面向 那為什麼他那本書叫欧洲科學唯一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科學 其實胡塞爾跟他後面的學生海德一樣說 現在科學有可能在某一上變成我們的意識形態跟信仰 意識形態跟信仰 好像要科學證明 可是所謂的科學證明是科學計算的出來 所以他取代中世紀變成我們的信仰 那胡塞爾當年 當年在質疑的是一個很簡單的點是說 OK 但你知道嗎 事物還有這個世界 過去的哲學花很大 或者應該說過去的哲學 還有包括紐度跟潛綠這些之前的科學 花好多的時間在處理什麼 事物的意義 可是意義恰恰是不可計算的 所以當近代科學變成我們的某一種科學信仰 意識形態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它又是唯一客觀 可是麻煩的是這個客觀的東西卻沒有意義 或者說這個客觀的所要給你的東西 它展現不出來的意義 你活在這個世界的意義的話 那麼問題就來了 科學或者某一種科學的態度 已經蔓延在我們日常手中很多地方 我說不只是自然科學 也許包括社會科學 要用很多的量化研究 你還會覺得很多的在我們的大學裡頭 所謂的系統化管理 科學化管理 我們大型組織裡頭的醫療 醫院裡頭要不要系統化管理 你若是大型的系列組織的話 你要不要系統化管理 我們簡單來說一說 這個所謂的科學管理 系統化管理 背後有沒有一種態度 就是要醒而上學的態度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是一個大型企業 我是個大型企業的老闆 你覺得我是直接經驗每一位在場的員工 還是我是坐在辦公室裡頭看那個報表 我只要透過報表的方式 這裡頭的成本 人事成本 還有我的收益 我跟我的會計師 和我的經理部門在調整 這個地方的人力配置 和我們的盈餘 透過這個東西就可以操控經驗 事總就可以操控經驗 就這樣來講 我們生活中存在著行而上學 行而上學的態度 因為你就是透過一個非經驗的東西 去控制經驗 控制經驗 所以行而上學 為什麼這篇文章叫做行上學與報御 我們系統化處理當中 就有哪一個 它本來是理解經驗 處理經驗 自配經驗 有些經驗在這裡總消失 我們可以這麼說嗎 所以一開始在問的是說 有兩種經驗 一種是組織化的經驗 一種是經驗它自身 可是任何系統化處理 恰恰上市的就是經驗它自身 經驗它自身 我想應該可以知道這個關懷是什麼 為什麼要解構行上學 有時候必須要去鬆解這個行而上學的東西 就像是你在政府組織 學校組織 醫療組織 企業組織裡頭 你覺得這裡頭有一些東西不太合人性 哪裡走錯的 你恰恰的要去調整這個系統化的過程 而檢視的一個態度就是 一開始我在設想 因為我要處理經驗 我動用科學 我動用形上學的態度 剛好是這個系統化的過程 跟經驗自身之間的落差 落差 這個落差你待會就會看到一個東西 在後現代學來講 這個落差叫做 這個gap叫做difference 叫做差異 OK 叫差異 而剛好這個差異所凸顯 就是系統沒有捕捉到的那個他者 OK 你系統化處理 我是富士康的老闆 我系統化處理我的員工 但是他平常生活當中 開不開心 快不快樂 幸不幸福 不在我系統化處理當中 OK 那麼這個員工跟我這個老闆 這個員工對我這個老闆來講 他就是個他者 你是誰 你喜歡什麼 你焦慮什麼 你遇到什麼問題 不敢我的死 在我組織過程中 我只負責給你薪資 也許不要觸碰法規的 給你合理的公司 除此之外 再無其他人 系統化處理 所以我經驗不到你 經驗不到我 所以形而上學是一種暴力 或者說形而上學 這也只是一種系統化的思考 我們處理經驗 然後我們理解經驗 然後處理經驗 然後支配經驗 所以這篇文章看起來好像是 你們哲學學門裡頭的事情 可是好的哲學就是這樣 他好像是在處理什麼問題 因為拿海德格的問題 可是這個東西到底被他想通了 也許可以回來生活中看看 他能做解決什麼 因此你可以講說 我們現在生活當中 講的什麼 解放跟革命代表什麼 而且這個東西跟社會抗爭 可能有關 我們在質疑體制 我們質疑體制 也在質疑這個東西 也就是體制如何系統化的處理經驗 而這裡頭的miss是什麼 失去的是什麼 失去的是什麼 我們來講說 系統處理經驗 中間那個gap 那個落差 在後現代裡比較差異 然後剛好系統化 無法處理經驗面向 我們稱之為他者 因為我們沒有系統化處理 我們甚至也不用去理解他 然後在這個落差過程中 等一下我們會講德西黨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也許這個東西給很多 後現代主義者 一個很大理解法 就像diffle arts 他用一個法語去講diffle arts 之我一般講就是要diffle arts 那diffle arts 好 我們往下走一下 所以他說1964年 所以你看這一篇文章 叫暴力與形上學 所以形上學應該說 不是整個系裡頭 那一門學問叫形上學 而是形上學態度 你可以把這篇文章 甚至說暴力與形上學 叫暴力與系統化思考 系統化思考一定代表某一種暴力 為什麼 你可以從剛才邏輯中 我已經推調到 我們這麼說吧 系統化思考也許有問題 可是我們 你光是再去想一件事情 我們能夠 我們能夠不這麼形上學思考 我們能夠不系統化思考嗎 我意思是說 你今天看到我一次 我今天也看到你一次 然後下一次來 我好像還是重新開始 沒有認識過 難吧 開玩笑一下 從我女朋友 從我現在的老婆 從我女朋友 從他 他從我的女朋友 變成我老婆 這個轉化過程中 你知道嗎 我們怎麼回到一開始的原點 OK 我意思是說 有好有壞 對 OK 我總不能明天醒來 又是像個陌生人說 我們好像重新再相戀一次 甚至可能連相戀都沒有 我們從朋友開始 從Original原初開始 不可能 對你的父母也不可能 所以 形上學態度 也是這種組織化過程 OK 我們組織經驗就是這個樣子 OK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對一個同事 就是有好跟壞的印象 他都明刻在這裡 我們下一次見到他 你知道嗎 我對父母和對朋友都知道 你知道嗎 我知道你有某一種 某一種那種 我知道怎麼回避 我知道怎麼回避 我怎麼怎樣好的處理 OK 所以形和上學 這裡頭展現出一個東西 這種 系統化思考 形和上學思考 你不能說 他有問題 就把他 補掉 很難 OK 或者你可以想像 社會抗爭的時候 我們想說 這個 這個執政黨不好 我們看他抗中 我們把執政黨換掉 可是你只要下一步就是 最多做得到這個政黨 下台了 還有下一個政黨 下一個政府 他還是會系統化思考 還是那個 好像走了一個東方不敗 還有一個東方不敗 所以德雅在想的 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你認為革命跟解放 是不是代表說 把所有的系統化思考拔掉 你就可以讓原本之間解放了 可是下一步呢 下一步呢 所以德雅在19641968 在思考這件事情 他在想說 那什麼叫解放 什麼叫革命 什麼叫自由 我們不是脫離現實 是把壓制在我們身上的東西 拔掉了 回到原點就好 我用你的舉例 甚至是很生活化的 你周遭的朋友 你有沒有拔到 就拔掉了 很多東西 讓我們回到最初 從不認識開始 回不去 回不去 OK 那麼 革命還有可能嗎 而且他在這裡頭 彷彿在思考 是我們說他的前輩裡面 就是說 真正的面對面 也就是說 沒有終界 沒有組織化 真正的面對面 彷彿第一次相遇 真正的面對面 可能嗎 真正的他者 也就是沒有任何組織化思考 真正的組織做為他者 可能嗎 我們已經活在已有的秩序當中 他的系統當中 可是 你好像也不能說 因為不可能 所以 那就什麼都接受吧 也不行 那德西達要開始怎麼去思考 OK 我們往下走一點點 再看看 OK 好 他在這裡要講說 其實 所以他的前輩 黎明達斯在1947年的這本書 叫《整體無限》裡頭 他試圖 跳脫西方傳統新大學思考 也就是系統化思考 去講一個 去思考一種 有沒有可能我們一種思考 它不是系統化 或者脫離我們知識的 理性的 計算的 系統化思考 而真的去追求到生命當中 那個無限的可能 接下來有點宗教味 你會說我們宗教味 還有這個世界本身 不是理智系統化 而是讓今天至深 它豐富的存在面向 向你展現 OK 這樣今天是很少的 那德西達斯甚至會認為說 也很難 也很難 也許在某一個山下 你會看到 某一種不同的以往思考 對一個熟悉的事物 卻有了不同以往的想法 但是你知道嗎 在這一刻過後 等一下問的是這一刻過後 它還是會回到你的系統化 OK 等一下 曾經想過一個東西 OK 他說 為什麼我們常常醒來 我們常常每天都會做一些夢 剛醒來沒多久 夢都往一趟那裡 除了你當下就把它記下來 在精神分析裡頭 曾經佛羅伊德或者其他的 這個精神分析的學者會說 那可能是因為夢在牙齦 所以他不願意在這場手中記起來 像我們最近在看一個美劇 叫做美國連續劇 叫做西部世界就是這樣 對 有些東西不要讓你記起來 所以那種手裡面遺忘 可是這下講了一個最明白的 道理說 也許不是這樣 也許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是因為 他夢千奇百怪 所以當有些夢我們會記得 歌通常是怎麼樣 你做了一個特別的夢 然後你給他一個解釋 或者你跟另外一個人說了 或者你用筆記一下 你用文字記載 或者你跟人家說了 你等於是用語言再翻譯一次 那個夢 給它一個現實的意義 它才會來到人世界 否則的話 就很像是我們剛才說的 從你從家裡到這個地方來 你經過那麼多張臉孔 現在沒有你記得 你只記得我們車上很多人 你的記憶格是不是走下來說 你知道我那時候 我一搜出來 從雙連站下來 我贏了一個馬路 然後馬路對面有五個人 然後這邊 那時候我左邊兩個人 右邊是一大堆 你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系統的 OK 因為對你來講 那個東西你很簡單 它沒有意義 除非你遇到一個熟人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經驗是 因為沒有掛到系統裡頭 Biss掉了 Biss掉了 OK 所以 李明達時代也有事情 在想說 不是組織化的系統 不是組織化的系統 而是經驗它自己展現出來 所以他在想 那有多難 而且 怎麼做得到 怎麼做得到 如果它有什麼意義 我才會把它捕捉下來 事物的企業 還有它的印象 你不會記得 好 他現在想問 但是 德基達有一個回答說 也許 不 李明達時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你看李明達時那個簡單的邏輯 系統化思考 系統化思考 所不能到達那個邊界 你放掉了思考 你放掉某些東西 放掉你的組織化 讓它的印象出來 可是他說這是難的 而且可能不日常的 只有在某些極限狀態才出現 可是德基達在設想一個東西說 也許你換個角度講 他者是無所不在的 OK 不是在那個極限體驗裡頭 我想像不在系統之外有他者 你可以想像說 我們想像一個畫面好了 知識的學校教育裡頭 教出來一對知識的學生 只能接受知識的教育 而有些比較野性的 野孩子一點的 或者比較沒有驗化的靈魂 他可能可以逃脫 學校的教育體制 OK 你可以想像用這個比喻來講話 李明達時可能在設想那個東西 知識的學校的系統下 有人可以逃出去 OK 德基達可能跟你講 我沒有讓你逃學 我想要講的是在知識的教育裡頭 知識的學校裡頭 也有一種自由 OK 那到底是什麼 稍微往下走 所以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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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唸一下 他說然而德基達接去 李明達思考所想要進一步問的是 任何以反體制反系統 反形象學為名的進行任何思考 是否在思考啟動一開始 你也會落入一種體制性的 系統性的 形象學的邏輯的圈套當中 你反對知識 可是 那你反對你站在什麼樣的地上 你得要說 當你一說出來的話 你也要好像有一個圖字畫一套說 那你告訴我你怎麼做 你不能進入一個 不能陷入一種張惠美主義 就是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OK 我開玩笑說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因為以前我在選擇場合 你知道我們讀海德格 或者讀德西達 比較激進主義者 就是這樣 就甚至會反對任何研討會裡頭 你要把德西達或海德格 做出一個道理 因為他說這樣剛好就不是存在 或者這樣就不是德西達達 演藝好像 你要給他一個合理解釋 不行 對 那到底要怎麼樣 就是他也說 他最後就是 反正我都把他說 打查都說不行 我覺得這也太容易了 我們正大的學生 私底下都會說 那叫張惠美主義者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OK 那個解釋的成人都不行 這就已經進入自制 可是 你不可能生活中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可以這樣 OK 所以德西達在講 我覺得他一直想的是一個很生活化的東西 OK 所以德西達反問就是說 所謂系統外的他者 這個之外 系統之外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性 這種思維可能告訴我們 他者經驗 也就是李阿倫 其實早就在系統 也許在系統之外 但其實也在系統之中 像個幽靈一樣 他無所 他無所 無所 然而無所不散 我覺得 我們中文屌就屌在這個地方 就是 英文 看這句話的時候 就 就沒那麼帥 但是 你看我們中文這樣 無所 但無所不散 好像感覺更自然 OK 好 所以他說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再有一種思維 去說什麼東西是系統之內 系統之外 是系統裡頭同質性的 以及系統之外的那個差異 我們也不是說 體制裡頭的理性 其實都是一種自視的 而因此我們要走出一種 生命的反理性或非理性的人 比方說早期的 存在主義 我討厭任何的理性 告訴我的一個束縛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 有一本介紹主在主義的書 他書名就 書名就很排名了 非理性的人 他問的是聲明中 很多非理性的那種衝動是什麼 OK 甚至他會解釋說 這個非理性不是反理性 他指的是說像藝術 藝術本身你不會說 如果藝術家可以說 我這個要表達什麼 我早就思考好 那我按部就按把他完成 都會懷疑說 你是工匠吧 OK OK 你好像沒有某一種藝術生命 因為我們都知道 像托爾時代在寫 阿娜卡列尼納的時候 他原本是這條 阿娜卡列尼納有一個結局的 可是他寫到 臥鬼之後的那一段敘述是怎樣 阿娜卡列尼納那個時候 有一個 意識流出現 有一種意識流出現 而且第一次托爾時代 這種寫法寫小說的人 其實托爾時代寫小說一直是很穩定的 可是他第一次出現的所謂的意識流 在阿娜卡列尼納里納的想法 我看到一大段沒有都號沒有句號 沒有標準符號 代表那個順序在跑 OK 那你們大概知道還有包括馬葵斯 馬葵斯的百年估計 馬葵斯說有一天 他老婆通常不是在郭文台的小說 大概知道你現在寫阿娜 然後有一天他醒來之後 他覺得很沒有力氣 然後他老婆看你這個狀況不行 他說你是不是傻掉了小龐迪亞 然後馬葵斯 對 換言之在原本馬葵斯的想法裡頭 不一定要讓這種靈魂人物小龐迪亞死 可是寫在某個地方的時候 你知道嗎 托爾時代彷彿覺得阿娜卡列尼納有一種生命 不然托爾時代那一種邪法不會那樣起 OK 對馬葵斯在講 小龐迪亞發展這種地方 他好像自己有一個生命說 你得死 OK 他有一個設計頭不一定要讓他死 我意思是說 我們不是 所以我們所謂的非理性的人 指的是像這種醫術中 有一種生命的蟲子在召喚你 可是等一下說 我們是不是這樣想 就是系統化思考 組織化思考叫理性思考 那完全不是系統化 那叫做非理性思考 但有沒有需要這麼的瘋狂 而且我們意思是說 馬葵斯安托爾時代也不是天天這樣 不然他怎麼寫出那些小說的 偶爾是哪一筆 有 對 但天天這樣的話 我想生命 生命瘋狂不成詩篇 也可能作品就出不來 德里亞想問的是 有沒有什麼東西 就在這個組織華的生活裡頭 它像幽靈一樣存在 它不是設想說 你拆掉這個系統化 你就看到它了 不是這樣設想 那德西達就想說 關鍵就在什麼地方 我們稍微往下走 往下走 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答案 他說 這個幾乎是抄它的 只是我把原本的 有時候我們讀英文 也看看中文 中文有時候 因為可能 德西達 英文也是這樣 因為德西達本身的文筆 非常的那樣 所以我一邊在抄書的時候 一邊把它轉成 我一般還能夠中文理解的情況 我唸一下 他說有沒有這樣 可能就是說 無法還原的經驗之身 才是系統跟體制的真正塌著 無法還原的經驗之身 在它系統跟體制的補足之外 也在系統的核心當中 很吊詭 它是系統的基礎 就蓋房子的基石 但是也是系統的開放性的分口 再講什麼 再看看還有什麼描述 他說無法徹底還原的經驗之身 這個回不去的經驗之身 是系統無法癒合的傷口 是一個被系統以排懼的方式 而推動系統核心經驗 一個不在場 但是推動一切在場的 中空的缺場的中心 它是任何系統性思考 或技術體制無法面對 但也不能不面對的核心 是系統企圖捕捉 無法完全封合的開端 但是這樣是什麼 但我摸索出來 這段大概是整篇文章最和諧的地方 也就是它很有名的那個 我們常常講德西達人 不在場 卻正為一切在場東西的基礎 OK 那到底是什麼 我們剛才舉過例子 胡賽爾說過 切利略是最偉大的發現者 也是欺騙者 那意思是說什麼 事物 你如果要做科學研究 你描述事物 對不對 但你就在想說 我要怎麼有個系統的知識 然後告訴人家說 你可以精準的掌握 或者客觀性的掌握 你這時候怎麼樣 你就不能讓石頭是石頭 讓風是風 現在科學會講 風 我們用那個系統 風 怎麼描述 風力吧 水變水力 因為它其實面向是這樣 我想詩人去描述風 和水是完全不一樣 海德克曾經說過一句話 我們說德西達受海德克影響很深 海德克說 如果你要完完全全的 讓經驗 因為是他自身 就像西洋學生 你講過 我要回歸事實的本身的話 那海德克說 那你幾乎只能這樣說什麼 石頭是石頭 風是風 水是水 也就是海德克最人家勾病的 其實海德克不是要表達立場 他說 如果他說 你要完完全全面對自身 面對今天自身 你只能說存在是存在 等於什麼話都沒有說 你總是要說石頭是什麼 風是什麼 OK 我如果認識這位朋友 我總要說他這個人怎樣 但你知道 我的描述跟他自己 我不知道有落差 我想 OK 一定有落差 我描述我的朋友 跟他自己本人是怎麼樣 也許有落差 OK 你聽我描述跟你實際 去紀念台 你講得好像還有點出路 OK 那科學的語言也是用描述 任何系統化 企業管理的也是一種系統化的描述 可是總是要從某一種切割開始 OK 切割開始 你可以想像我都是個大企業老闆 我跟每個員工都很好 對 但我沒有一套管理的方法 一套管理的方法 開始起來的話 我就必須把你們抽出來 其他東西不看 我專門看你的專業技能 所以你應該分發在哪個位置 然後你 我要給你多少工作時間 我一定要徹底做某一個東西 對對對 我不能跟你說 我知道你家的小孩 你的老婆 然後你的家 我非常了解你 但是我沒辦法組織你 所以 所有系統化思考的開始 一定要拆切經驗 而拆切已經通過概念跟語言開始 那換言之 在系統建立起來 我們說 科學是建立在經驗上 任何的學術 大學裡頭教學術 必須建立在生活的經驗之上 然而 他要建立的動作的開始 就是必須通過怎麼樣 我必須要切割經驗 我問他指頭是石手 縫是縫 你是你 我一定要切割他 我才能開始把它變成一個定義 或一個概念 我開始去思考 開始 你看第一堂經濟學 如果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話 沒有幾堂課以後 老師就怎麼樣了 開始教你畫無意曲線 工需法則 OK 然後還有併機效率 OK 你吃兩碗飯 為什麼第三碗飯 你的滿足感開始下降了 所以畫一條線 然後再畫一個交叉 日常生活中 你實際上從事經濟行為的嗎 自由主義還要 自由主義的經濟學 甚至會告訴你 先假設人是智利的動物 不是那個國家的智利 是智識智利那個智利 就是我購買的行為 也是為了要滿足我的某個需求 所以我要掏出多少錢 要看你能夠提供我多少滿足 然後他再把它畫成一種數學的計算 可是這樣說 我哪有那麼負長的計算 所以這是系統化思考 一定要開始 一定要把我們經濟行為裡頭 劃減到某個地方 所以 等一下就從這樣開始講說 經濟學 政治學 行得上學都好 只要任何一個學問開始 一種行得上學就啟動了 OK 那麼我一定是把經濟的某個面向 給裁切掉 可是你知道系統化的思考 行上學的思考 恰恰原本的目的是什麼 我要理解經驗 我要捕捉經驗 可是我要理解經驗 捕捉經驗 接近經驗 我卻透過一個相反的動作是怎麼樣 我要適度的裁切經驗 我才能夠控制經驗 處理經驗 載至經驗 所以 德基達開始思考 也許真正的他者 不在系統之外 而是一開始思考事情的原點 原點 所以他說 我覺得他真是一個 哲學系的教授 所以他說 為什麼需要哲學 為什麼需要哲學 你學一個學門 一開始就從某個期間開始跑 然後從此以後 像我以前學 在上學會學經濟學 你開始就從這種效用 五一極限開始跑 如果你成為經濟學 他就一路這樣走 一直要到哪個時候 你才會開始去思考 這個前提的問題 可不可以這樣做 你可能要到博士 博士就才思考說 自由主義經濟學 可以這樣 一開始這個處理方式 對或不對 所以你拿到一個經濟學博士的時候 就授於一個資格叫 你是經濟學的哲學博士 OK 你是個哲學家 因為你在思考的 不是一套 你如果塑板 塑制或者學士 可能在學 我學會經濟學 某一個流派經濟學的系統 系統的展演 可是等到你 你是一個博士的時候 你的被賦予的工作 是怎麼樣 好像你是一個老手 新手狠嫩的那個階段你過 然後你稍微挑出來 就想一想 我們這個學門 為什麼都是用這個角度 去處理事情 他們有其他處理的角度 所以你反而是從日常生活中 拿到一些說 奇怪 另外一種看事情的角度 而這種處理經驗的現象 恰恰不是我們學 我們這個學門的 某一個固定視角 看到的面向 因為這樣你可以從經驗中 不知道說原本也許事物的面向 還有其他 因此我們可不可以再把 某個關聯帶進來 我就可以解決手話的 思考的問題 OK 如果張太夫長 我們下一個最簡單的經驗 如果你跟一個很好 或者很久的同事或朋友 長期下來有一個習慣模式 但你知道長久習慣模式 一定會有固定的經驗 而這個固定經驗很穩 讓你們的關係 帶來的比較穩定 然後也強化 但也許有一次那麼兩次 經驗走不過去的時候 神明會給你一個奇蹟說 我回想起來才發現 我原來一直這樣看你 這樣對待你 但你其實有另外一個面向 喔這電影常常會演出這種問題 尤其是公路電影 OK 我從來不用這種經驗 可是我在某個地方 對我從來沒有用這個角度去思考 而那也是你的一個經驗 那也是關於你的經驗 等一下他講的是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樣去講話 他者的經驗本來 就是通過化學的方式 建立系統 可是你想想我們原本建立系統 是為什麼 是為了要理解經驗 掌握經驗 可是呢 這個動作本身 卻要建立過 我為了理解你 卻必須要透過某一個 某一個動作在那邊 把你限定 限定的過程 所以 所有的行而善舉 或是所有的知識系統 都有一種可能性 你恰恰要透過哲學的動作 也就是 我們常常講的 他說行而善舉 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我們剛才講行而善舉 是繞過 繞過 你看了些摩得著 繞到後面那個 比較概念式 看了些摩得著 摩不著 但是然而存在 像行而善舉 去處理經驗 所以我們以前翻譯叫 行而善舉 叫Meta-Fake Fake 這個字也 在希臘字那個Fake 不是指物理學 就是物理學 現在物理學那個字 但在希臘原本指的是說 自然 自然跟物理學有什麼不同 在 因為我們查英文是 Nature有兩個意思 除了翻譯作自然 一個叫本質 OK 科學系統化的 系統化主義 他認為說 我看到的是今天的本質 但事實上 你是把今天的某一個面向 定作本質 OK 這有差別 而對原本西亞人來講 什麼叫Felix 他指的自然是指什麼 自然而然 有什麼差別 他意思是說 任何自然而然 以至理所當然 都叫做自然 OK 所以你知道嗎 任何一種業界 任何一種業界 任何一種文化 都會形成一種自然而然的態度 所以我稱之為 這可能是廣義的 自然 OK 所以我們現在變成一個學門 它就叫物理學 但原本在西亞人來講的話 他指的是 生活中 不只是物理學 而是包括物理的 還有心理的 還有我們生活中 一切自然的 像呼吸一般的東西 叫自然而然 那西亞人認為說 體留在自然而然 其實不夠 思想必須要進行而上學 但是行而上學 除了我們後來知道 剛才一直在講的 那種意思 還有一個意思是什麼 MetaFix Meta 這個字 指的是什麼東西 從Meta 我後來翻譯叫什麼 後射 後射指的是什麼 後相對於什麼 前 前提 我有某一種文化前提 我自然這樣看事情 我有某一個學門的訓練 我自然這樣看事情 那什麼叫後射 我從這個前提轉身過去 或是後退一步 為什麼搞建築的都要這樣去思考 房子 OK 我們為什麼學經濟的都要這樣思考 還有其他思考方式 我們為什麼學教育的都要覺得 要這樣去管理學生 組織學生 教學生的東西 後退一步 這裡頭就沒有那個 所謂的醒而上學那個意思 後退一步 你就超脫出 其實德雅在這裡玩一個東西 這個才叫做 為什麼哲學在追求一個叫做 Transcendental OK 不是 他說以前我們講說 Transcendental超越 是指表象之間背後 那個基礎叫超越 可是他說還有一種比較火的 他這一點跟海德一樣是說 如果一切對我顯得自然而然的經驗背後 或者理所當然的 退後一步去看 不那麼理所當然之後 那麼他就是超越 超越某一種有限的視角 突破某一種文化的格局 突破某一種業界的格局 這個就叫做形而上思考 另外一個面向 一種是建立系統化知識 一種是走出框架之外的意思 他跟海德用的是同一種 走出框架之外 這個動作叫形而上學 所以稍微簡單講一下 並不是我在哲學系裡頭 學了很多哲學 形而上學 只是 我就是個形而上學的高手 所以海德跟哲西塔 他們在上個世紀四考的形而上學 大學高手只是說 只是說你只要在任何業界 在生活領域當中 你突破那個框架性的思考 而且是怎樣突破到一個 連我們這個業界 或者這個文化思考 那件事情的前提 你把它扭轉 鬆動了 你就是在進行一個 叫做形而上思考 新的形而上的動作 而這個東西 貝德是想稱之為甚麼 解構 解構 OK 但意思就是說 這個解構 可是德西塔跟海德克 不講海德克 我們就想 德西塔這個解構 其實他說它不是那種暴力性的 因為我們知道說 你不可能因為這樣 就瓦解它 瓦解它 因為你沒辦法生活 所以你看出事物的面向的話 你就鬆動它 他說 他用幾個詞 他說 他不是 不是摧毀 不是海德克 那我們會把東西拆掉 海德克再找 因為他這裡也思考 海德克的結構 因為海德克的結構 在1927年就出現 在所有時間就出現 而海德克一輩子也常用這個結構 我們在英文翻譯叫做 Distrusion 可是這個字 它來自於動詞 就是摧毀 摧毀 可是德西塔說 我沒有要摧毀 OK 其實你看德西塔一輩子 在做事情 都很好玩 就是他在讀胡塞爾 OK 但他也反對胡塞爾 可是他不是說胡塞爾 不要讀了 胡塞爾都錯了 他一輩子也在讀德西塔 讀Livinax 但他都怎麼讀 這個很好玩 他跟海德克 都是結構思想家 可是呢 海德克他真正的摧毀 而德西塔 我們翻譯上 叫做Deconstruction D1前面還加一個dash號 後面是什麼 解 前面是解構的解 後面再一個dash號 解建構 他透過解構的方式 再重新讓系統活化 OK 這跟海德克不太一樣 海德克一輩子都在反對 形上學和科學 他說形上學跟科學 東北也有我們的生命 OK 所以海德克在某一項 是真正的非理性哲學教吧 他想要回出 原初的那個經驗本身 他還是跟 Livinax有一種想法是說 也許系統化思考 某個意義上 封閉了我們經驗的無限可能 活的經驗可能 可是德西塔 沒有海德克那麼強 這麼的猛 那麼猛 可是德西塔是另外一個性格 德西塔是一輩子喜歡讀書 而且跟著人家思考 所以他解構人家的方式怎麼樣 他說當你閱讀 閱讀進去胡塞 閱讀進去海德格 閱讀進去尼采 你都會發現一件奇妙的事情 就是說 一個閱讀進去想要follow海德格 follow伯拉夫 follow胡塞爾的人 都會發現胡塞爾在某些段落裡頭 說了跟他相反的話 OK OK 我意思 你們不知道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OK 但這個東西也許在我們政治經驗裡頭 很常會出現 也許是你知道嗎 也許是一個最虔誠的基督的追隨者 他可能會瓦解教會 而不是教會之外 我意思是說 假設會不會有一個宗教 團體佛教或者基督教 然後你知道我真的很虔誠 我讀了聖經我讀了佛經 我很認真去讀我發現一轉頭 然後現在的教會主持還有現在的佛教主持 嚴重違背佛陀意願 你們做了很多行為研究 其實是違背了佛陀的精神 有沒有這種可能 OK 一轉頭我讀了佛經裡頭 對夜報的概念 我發現 跟你們外面講的夜報概念不太一樣 好 事情就來了 OK 你們用夜報觀念不斷的去招賴信徒 這本身是不是製造另外一種執著 而我們佛學裡頭 剛好恰恰要教人家擺脫執著 欸 認真去讀 反而一轉頭不太對 OK 一個讀一個聖經的一個人 他想追隨基督 奇怪 當年基督跟著他的門徒 好像都是社會邊緣人 然後一轉頭 我們的教會的組織者 還有參與者是誰 他們怎麼好像現在在欺負邊緣人 這好嗎 就意思是說 最摧毀核心的量力反而是讀進去 所以德西達早年最有名的那些讀佛塞爾 讀海德克誌都有一個這樣的特徵 就是說 我們一般以為佛塞爾是什麼樣的立場 OK 不只是佛塞爾學者 而是佛塞爾自己也這樣認為 你寫了一本書 OK 海德克也是這樣 或者你讀馬克思也是這樣 可是 只有那些真的很拚人命的訴訟 在那裡讀 讀進去就說 欸我覺得共產主義好像走歪了喔 馬克思不是這個意思喔 OK 你讀了佛塞爾 奇怪 佛塞爾自己可能也誤解他自己喔 你懂嗎 OK 你如果是一個佛塞爾的電影的粉絲 或者哪一個電影導演的粉絲 你會不會發現 我閱讀進去 我發現佛塞爾自己解說你的電影 好像也還不太夠 其實你的電影超越了你自己的理解 因為你的電影我看了 這輩子看了幾百遍 我覺得裡頭很深刻 然後突然 原本製作那個作品的導演 你給他看不見 OK 德西達是這樣的人 我這給我很大的一個很特別 就是我以前想像的那些革命者 或解放者就是 我就是反對佛拉圖 我就是反對三明主義 我是反對你教會 我從頭到尾反到底 對 可是德西達製造了另外一種 反對的形象 一種結構的形象是說 真正的革命 他說人類的歷史的革命 很多剛好相反 是最虔誠的人 挖解了內部 挖解了內部 閱讀進去 所以他讀書的方式 有時候 好像我自己也 蠻受不了的 是因為他讀書的方式 不只是讀段落 他有時候是連人家的助角都讀進去 他讀海德格的書 是從海德格某一個助角 開始一直搶 一直搶 對 他說你深入閱讀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什麼樣的事情 在德西達有生之年 發生過一些簡單的歷史事件 現在看起來很簡單 那時候可是很大 也就是你知道嗎 在二戰之後 你知道自由主義的國家的經濟都蠻好的 可是你可以知道很多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 都很糟糕的 所以當時開的一些國際大會是說 那馬克思何去何從 OK 那你知道就有一些學者會出來說 那是因為共產主義違背的馬克思主義 你真的去讀馬克思 馬克思不是這個意思的 OK 那另外一種當然會堅持說 那只是時間還沒有到 OK 所以我們未來 那有一種 還有一種大概就是反對 馬克思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你看 他說說一定是證明的 德西大會被邀請去了 可是他立場很明顯是結構 所以我以前是當學生的時候 我以為結構遇上了馬克思主義 我以為他當然就是要反對馬克思主義 OK 結構法聽起來就是要摧毀 可是不是 他說的是說 他在那個演講裡頭 一開始居然跟你談哈姆雷特 為什麼那一本書文章話的時候 叫馬克思的幽靈 他一直說 在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裡頭 有一個劇情是這樣 哈姆雷特的劇情是 他的叔父殺了他的爸爸 娶了他的媽媽 他在城門的一個盔甲 一個夜晚裡頭 他發現他父親的亡靈跟他說 他說話 可是德基亞說 你讀進去的時候 他爸爸的亡靈是什麼樣子出場的 他說 是在一個士兵的盔甲裡頭 哈姆雷特聽到的聲音 然後就望向盔甲說 是你在跟我說話嗎 那個稱他自己 哈姆雷特我是你老爸的那個靈魂在哪裡 在盔甲裡頭 可是 撒斯比亞的形容是 當我望下去要去看看 我王父的幽靈靈魂在哪裡的時候 我望進去盔甲 你漆黑一片 你知道靈魂是看不見的 而靈魂現在你王父的幽靈靈魂在跟你講 那是什麼一回事 他意思就是說 他用這個東西再轉回去 我們今天說的共產主義 是不是馬克思主義 或者任何人要挑出來說 馬克思主義不是這個意思的 你會不會陷入一個 哈姆雷特的一個情況 你說共產主義 或者共產主義不是馬克思的精神 但是馬克思的精神是 看不見摸不著的 而且他要跟你講的是 馬克思的精神 但是我不是說 馬克思的精神就放棄了 他說馬克思的精神 你要問我馬克思精神 那我跟你講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整個 哈姆雷特之所以偉大 以及悲劇收場 他是個悲劇的英雄 他是悲劇也是英雄 他整個歷程就展開他 展開這個過程就是說 我到底要決定盔甲裡頭 是不是真的 因為你沒有任何的證據 你不知道你的聲音是不是幻聽 那他說你在閱讀 馬克思的出作的時候 會不會這樣 你覺得馬克思的精神在哪 他說馬克思的精神在自理行間 那自理行間是什麼樣的意思 如果我們當作演員就是這樣 劇本 劇本 我們在對手戲的劇本 我們兩個在演對手戲 我講了一句話你這樣 我講這句話我這樣反應 可是任何認真的演員都會發現 都會發現在漫長三四個月的拍演過程當中 我第一週第二週前面之前那個演法 演到某地方的時候 我會跟導演說 導演我覺得這解釋不太OK 我覺得我跟他關係應該是怎樣 所以他那句話意思是怎樣 而且他為什麼說是這句話 同樣的意思 他為什麼用這句話表達 而不是那句話 是不是代表什麼 你看他推敲的時候 相對的 我講下一個台詞 應對他的方式 表演的方式在改變 也因為我這個改變 他必須改變 讀一個劇本 他的可能性在哪裡 就在那個自理行間 一個台詞跟一個台詞 讀一本書 也在這個段落跟那個段落當中 我們人總是想要系統化 我們總是覺得 從A到B到C你知道嗎 可是所有的思考是有可能 為什麼當初A是到B到C 為什麼A不是到Aプログ Aプログ2 也是有這個可能 所以他說任何的胡塞爾解讀 任何的海德克解讀 任何的哲學家解讀 或者任何科學解讀 他必須 他一定 他絕對會這樣做 他一定會有權威 一定會告訴你這樣做 而你反對權威 一個最好的方式 法是讀進去 你像是一個神聖的瘋子 這台詞有用過一個詞 叫神聖的瘋子 任何的 我們講任何的宗教革命 你無法革命都可能 來自一個神聖的瘋子 想想耶穌基督 當時怎麼做的 他走到一個教堂裡頭 然後跑去去 剛剛說 滾開我父的殿堂 說上帝是你 你父親 想一想這個行為多瘋狂 你跑去大甲聖人公 然後把眼鏡好 所有人都滾出我母的殿堂 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可是宗教革命 所以有時候怎麼還是這一種 OK OK 我不知道在台灣 會不會有一個 未來有一個政治瘋子 說有沒有錯了 OK 國父已經叫我是這樣 你們懂善民主義嗎 他真的記得現在 全部都違背了 啪 也許我們需要一個 這樣的政治瘋子 OK 不是說國民黨 錯了 OK 也不是說現在有民進黨 怎麼樣 也許我們需要一個 回到當初的民進黨的瘋子 或國民黨的瘋子說 都錯了 創黨之初 不是這樣的 也許最不大革命 不在於我們以為的 你知道嗎 以為推倒國民黨最大力量 應該要來自民進黨 最大民進黨必須來自國民黨 那不是系統內部 系統內部 所以導致僵化 導致僵化是沒有人走到系統內部 所以 德西達在這裡 舉出一個東西 他最後講了兩點 我們就修行 我們就結束 然後我們就來討論 他指出說 任何的行而上學 或者任何的系統 或者政治也好 哲學也好 知識也好 他就是要給你怎麼樣 一個照耀 一個啟發 一道光 他要告訴你怎麼樣過生活 怎麼樣去經驗 OK 但如果你覺得它有陰影 這是一個比喻 任何的建構都有陰影的話 那陰影在什麼地方 是光照不到的地方嗎 還是高相反 你知道他說 你知道太陽的中心是什麼 我們科學知道是黑子 光芒的最中心點 剛好是黑的 剛好是黑的 他用這樣講 所有系統 推導系統內部 推導系統的 反而不是從外部 而是從系統的一開始 也許這裡有一個動作 而這裡頭才需要哲學 所有哲學 都會從概念的重新理性開始 而概念本身 是不是文和原本的經驗本身 就是一個大哉問 所以行為上學 還是必要的 開端 以及怎麼樣 公開講 用讀劇本的比喻 還有包括在建構體力當中 從A 於是B C OK 從這個建立過程當中 只要細讀都會發現說 當初A不一定要走到B 所以從系統一開端 它系統的整個延展過程上 都有縫隙 這也是德西達的解構 德西達的解構 特別的地方他說 只有認真的 你才會從系統內部找出來 這裡頭 我今天很少用德西達的一些名詞 可是我們現在稍微講一下 為什麼叫研議 他喜歡用一個詞叫研議 研議除了difference以外 另外一個東西是什麼 延遲與差異 當我系統去描述原初的經驗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用語言 或概念取代原本的經驗了 在我給他的描繪 假設我描繪你 我的描繪跟你自身 就有那個跟一開始的difference 不一樣 但difference還有一個東西叫延遲 延遲就是說 但我要繼續說 對我的描繪 但還是就是你本身 所以怎麼樣 我繼續再補充 所以怎麼樣 我一直在企圖中補充你的完整的面貌 事實上是永遠無法抵達的 所以它是延遲的差異 所以系統很奇怪是一個弔詭 就是說我一直逼近你的方式 卻是一直在從你身旁 一直滑過去 一直滑過去 所以他說 哲學一直要找到那個本質 或本源是什麼意思 也許本源一開始就缺席了 而且它不得不然的缺席 所以他說 你回不去那個original 因為一開始你要命名的時候 你已經從那裡頭滑出來 所以叫difference 而且這個過程通過什麼 通過補充 supplement 它有一個東西叫supplement 好像還不夠 好像還有東西遺留在外面 所以我怎麼樣 我要去supplement 我要去補充它 補充 然後讓系統更完備 可是每一個補充 卻造成了後面說 好像有說不清的東西 就像你在讀書當中 馬克斯好像這裡有一個game 我要再用一個解釋去補充它 可是每一個解釋本身也是 形成的語言 你後面的你的學生在說 老師我覺得 你自己在解釋中 這裡頭也不一定從A到B 從A到A 為什麼老師當初不這樣講 所以每一次補充 讓我們又開展出去了 所以你知道 往裡頭 往原初的地方追 卻導致一個後果 往後面挪 往後面挪 OK 而且所有的哲學 所有的哲學都有這個東西 那因此原本不在場 或者其實在我們經驗當中 它不可能 永遠不可能在場的那個東西 也就是經驗原本它自身 這個永遠不可能在場的東西 如果你在意它恰恰的 恰恰讓系統 不可能在走出去 而且走出新的開放可能性 OK 好 所以他才會講說 他後面才會說 他者尤其就在系統的 之中 而且系統最核心的地方 以及系統每一個灰色的領帶 那因此最後我們來講一個 他說 也因此他會說 所以他說哪裡有缺憾 哪裡就有希望 他說結構哲學要訓練的是一種 哲學的敏感度 他害怕的 他害怕的是一種 你對東西再有無感 OK 對一個東西無感的話 你直接就放棄掉它 你不能改變它 OK 有一句話也是這樣講的 你知道嗎 就是說 今天基督教最大的敵人 是無神論者 今天基督教最大的敵人 也許不是無神論者 因為你現實生活中 常常喊著說 我根本不相信有上帝 我是個無神論者 那種人其實背地裡心裡在想著 該不會有啊 我好希望有 因為不然你知道 就是你有一個父親 你才會天天想要抵抗父親 對吧 所以基督教 今天宗教最大的敵人是 我們這種人 你如果問我 我常問我學生 我想我如果 雖然這樣很快 但我自己是學生 背老師這樣 我天天也是這樣回答 你覺得有神嗎 也許有吧 可能有吧 每個人的見解不一樣吧 其實宗教最大的敵人是我們這種人 有也好沒有也罷 OK 因為我永遠不會被說服 因為對我來講沒差 沒差 但是你知道嗎 有差的是什麼人 一個是淺誠的人 真的相信有神 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是 我開始想沒有啦 我就每天在抵抗 其實背地裡心裡在想著 對 因為你還想神是一個 是可證明或不證明的問題 可是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講 我們就會回歸一句話 就是你知道嗎 寧可信其有 OK 寧可信其有 對我們這種人 其實我們沒有天天在證明 我們沒有天天在想菩薩神的存在 所以宗教最大的敵人 或者佛教最大的敵人 也許是我們 我們這種平凡人 對 OK 或者這樣講 你覺得我若問一個問題 你覺得馬克思 講的是真理嗎 我沒關心過 OK 但反而是對那些 我覺得馬克思在騙人的那些人 你可能有一天有機會說服他 但我沒有想要被說服 馬克思到底講真的是假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蠻解構的一種事 就是說 也許真正的一個製作的改革者 反而是很虔誠的一個人 像我這樣的海德克學者 我可能會不斷去想 海德克有沒有說錯話就說對 我這種人有可能改革 海德克的詮釋 一個馬克思真正的信徒 他會進入到那個東西 叫馬克思的幽靈 他會陷入到 那個誰 那個 哈美特的那一個困擾 就是說 我到底看到的是 真的父親的幽靈 還是我的幻聽 他說沒辦法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就會再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他很多 用很多的詞 什麼 蹤跡 dipoance 就是這個樣子 他為什麼說蹤跡 但他會說什麼東西的蹤跡 他只用這個叫trace OK 你看到的是一個trace 是一個蹤跡 但 你敢肯定是誰誰誰的蹤跡嗎 OK 那蹤跡代表說 還有跟剛剛我們講 Supplement的補充 我的福塞 我海德格 來自我的老師 我老師來自他的老師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一直有修改 又有繼承 所謂的詮釋 和一 就在這個過程中 不斷的延堂它 我們每一代的 新一代的學者 都可能想要說 你知道我的 我想要知道海德格的原意 而我老師也是這樣 而我老師的老師也是這樣 但是你知道 我們三代的 對海德格的詮釋 一直在變化 一直在變化 所以他說 結構 結構 有兩種 最後在另外一篇文章裡頭 德里達說結構有兩種 一個是理財式的 一個是海德格式的 海德格式的 海德格式的是什麼 因為海德格說 海德格說過一句話 他引用詮釋說過叫 語言破碎處 無無存有 你知道英文就可怕了 原本說 他原本指的詮釋是說 他指的說 當我說不出話來的時候 經驗就 沒有任何存在顯示給我了 我面臨到是一個虛無 所以語言破碎處 說不出話來的時候 無無存有 所以海德格在解釋這句話 和奧爾的這句話說 把那個無無變得 用英文就很可怕了 語言破碎處 無無加上引號 存有 有一種東西叫無無 叫Nothing 這真的要命 Nothing 海德格就是說 因為海德格每個思考 都逼近到那個臨界點 就是說 我覺得這裡頭 彷彿有些東西 畢竟思考有些東西 但我說不出來了 我缺乏每一種語言 然後我知道它彷彿存在 但我又不能證明它存在 在那個逼近什麼 這就是德西藏說 所以結構有一種精神 是像德西藏說 我覺得你的情色 馬克思慕無塞 哪裡不對 說不出來 那我在追著它 也在追著這個 永遠無法讓它在場的東西 也讓你的創作一直在出現 一個好的藝術 你會發現有一個情況 一個好的藝術家 永遠覺得它最完美的作品 好像仿佛沒有誕生過 因為它要描繪那經驗 它是行諸於文字 和行諸於畫筆的 那個東西不存在 它好像於一條的語言 或是不是衰竹 有一個東西叫母母存佑 所以還在說 結果需要這一種神聖的瘋狂 這是海德德式的 它在追著就是那個缺席的 反覆一下把它變成 再長了一個缺席的 好的科學精神 好的哲學精神 也許都有這種 比較瘋狂的一個東西在裡面 另外一種是尼采斯的 尼采斯跟海德德式不太一樣 尼采斯說 你永遠回不到了Original 海德德克剛才說 那個Original 那個原本似乎它自身 我沒有語詞找到它 但我好像感覺到了 我要寫出來 但一輩子其實沒有寫出來過 那作品一段 在這個過程中 新的革命性的東西 其實從海德德的文字 一直跑出來 好的作品還是這樣 他說還有一種是尼采斯的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也鬧了 但是你知道嗎 我進入的一種知識的歡迎 我永遠不覺得有任何一種經驗 可以徹底捕捉出 捕捉出這個世界的原貌給我 然而 尼采斯說過 我是不是一個這樣的話 我就是個虛無主義者 然後尼采斯說過 不是的 虛無主義者是哪一種 那一種人 他說有兩種爛的虛無主義 一種虛無主義者 認為說 這事實上沒有一種真理 沒有一種關於這個世界原貌的真理 所以怎麼樣都可以 這是一種虛無主義者 這是爛的 另外一種呢 現在我覺得沒有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這樣我要找一個系統 我要變成一個虛誠的某一種意識形態的 我就是永遠站在那個立場 你其實是站在一個保護系統 保護你自己 你不願意再面對這個世界 他說這種是爛的虛無主義者 但他就立場說 我是第三種好的虛無主義者 好的虛無主義者 好的虛無主義者知道一個道理 我們要實際上要克服虛無主義 就是前面兩種克服虛無主義 他說一個好的虛無主義者說 這世界上沒有真理 但我們天天在創造真理 我們一直在捕受真理 OK 你要進入一種叫做什麼 歡愉的智慧裡頭 OK 這個世界有很多的面向 所有的知識都在告訴你 一種新的Horailon 新的思域 我們要去閱讀 甚至我們不只是讀 我們不只是一個讀者 我們自己在讀的過程中 也變成一個作者 OK 所以我們在讀 也在寫 我們寫了別人也讀 或者有一天我自己寫了 我自己在變成自己讀 我們不斷來演繹 大家有沒有經歷過 演出如果告訴你 三年前回顧 然後你們就 我到底在寫了什麼東西 再詮釋一遍 我也在詮釋一遍 我也有一段這種情緒 老師幾年前在課堂上 你這樣解讀你才 我說 我講得這麼好 這樣的話 我當時在解釋什麼 再解釋一次 回顧到原本三年前那個現場 可是再解讀一次 新的東西解釋出來 因為三年之內我功力不同 我三年之後 我的不同視角 當初那句話 好像我的新的解讀 其實 在這個時候 你回想你人生的自傳 也不就是如此 所以 所以 尼采也許說 也許回不去 但也許回不去 我們一直往前走 或者每一個 試圖回去的那個步伐 其實回不去 但 我們一直通過 不斷回去的方式 往前走 尼采甚至會歡愉之為 而且 德基達說 這就是尼采為什麼說 什麼叫做 知道我在做夢 但繼續做夢 OK 做夢指的是說 夢的想法是現實 但我知道 任何行的上學 都是一種 一場夢 但是 尼采通過也有解回不說 你再回到這個地方 你知道嗎 你建立了一個系統 美好未來 沉住懷孔的倒下去了 我們再建立一個 描述它 再沉住懷孔再倒下去了 尼采問了一個 一個很像莎愛玲的話 他說 生命是先穿懷孔的 但還要愛嗎 哎呀 生命是一場夢 對 但還要繼續做夢 還要再永久的 他說 不要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夢 但繼續做夢 現在問一件事情說 你到底夠不夠堅強 每一次的這個重新系統當中 你有沒有感覺到你不一樣 你有一個崭新的誓言 所以人家說 有兩種 一種采得的 永遠就 快要出來 我說不出來 我好快會逼近它了 這種人會創造新的東西 另外一種是 泥產 我不問真跟假 我只問你 講述超一點 你到底快不快樂 爽不爽 你到底有沒有瘋狂的 愛上某一種東西 你不斷的在補充它 你不斷的在補充補充一個東西 兩種是我們解構精神所要的 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故事 就是關德西達的解構哲學 謝謝 好 謝謝基金清老師精采的指揮人說 不知道在場的朋友有沒有問題 關於基老師今天提的很多的議題 不知道有沒有進步想要追問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的話 趙麗 因為我要提問 趙克 好 對 我覺得有去進來今天特別在強調 那種系統化的思維 其實最後結尾也是告訴大家 兩種挑戰那種系統化思維的方式 兩種結構 海德哥樹跟理財式的 那有讓我回想到那種 系統化思維 其實德西達長期批判的 就是他的 那種師長輩的 Levinas長期的批判 Levinas在他的整體無限 都在裡面編了幾這本書裡面 開頭他用的東西來比喻 用戰爭來比喻這種整體性 整體性是這種系統化的思維 一切都可以變成一個系統化的整體 那另外一種思維是無限性 擁有另外一種 otherwise的可能性 無限的擴展之序 所以這時候可以看到 系統跟反系統 或整體化跟反整體化的思維 那 德西達說這種整體化或系統化的思維 就叫戰爭 他也是用很詩異的方法來比喻 就是像戰爭一樣 那我這邊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 那Levinas說 我要取代我的老師輩 就是海德格 也是他們共同要批判的對象 要超越的對象 就 海德格認為說 第一哲學呢 應該是這種 春雨和Antology 那Levinas說 要更改 既然這個本身在鬆動 過去西方的形象學 他就做得美的第一步 那Levinas說 還不夠 更激進一點 第一哲學應該不是春雨 應該是倫理學 所以我想要探討這種反系統化的思維 因為以前比較 陰影帶出這樣的倫理或正經的意涵 那其實這種倫理學的轉向 就Levinas這樣子的思維方式 德西達也有 他的這種結構好像 越早期在60年代70年代的結構組 有人覺得說 這個德西達很玩世不公嘛 很喜歡玩這種語言的文字的遊戲 大家捉摸不到 可是到80年代末到90年代開始就開始 好像嚴肅的去思考 他真的公開的說 結構到底什麼東西呢 他說結構就是正義 把正義這東西都帶進來 我想請教一下 這種 你在批評這種系統化的思維之後 那帶來的另外一種的可能性是什麼 就是這種 有意的轉向或政治的轉向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個東西 我用有個說法嗎 德西達這裡有一個論理學 但他的論理學 卻不是以前我們在哲理系 大部分學到的論理學 有利己主義 有其他的這種 有利己主義、利亞主義 也有這種系統化的 你會發現 奇怪他的論理學一開始 跟Levinas一樣 非系統化的東西 有沒有一種論理的一種可能性 他這裡有區分一個叫Duty Duty Duty我們翻譯做什麼 責任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責任 叫做Response 非要提 也叫責任 但他用我們比較中文的方式 他認為Duty Duty Duty 它是職責 還有一種叫責任 那你就覺得 責任不懂你職責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舉例來講的話 我現在想到的有兩個故事 你知道在台灣好幾年間 我記得有一個社會案件是這樣 一個老先生 一堆老夫 一堆夫婦 他們是很虔誠的基督徒 他們是很虔誠的基督徒 可是 伯母本身已經癌症末期好幾年 他其實很痛苦 那事件是這樣 老爺爺親手掐屍了 他們很忍耐喔 他等於是應該有一個默契 我會說我也受不了 掐屍了 他把他弄死掉 讓他好走 這叫麻煩的犯法 OK 不管這算是自殺還是他殺 不管是不是 他總是殺人的 而且殺是你最心愛的 世間的法律好像 不知道 這好像 他總是殺人 他在罪行上面是 那現在問了你 法官要不要判他 第二件事情 我們剛才說 前提是他們兩個 是很虔誠的基督徒 而基督徒是不能 不只殺人 也不能自殺 你如果是他的牧師 你在上帝上 你要怎麼判斷他們 OK 在丟體上面很簡單 殺人 在丟體上面 我判你 這就是死罪 沒話講 我今天如果是個牧師 就說好了 不能自殺跟他 就Duty來講 我說那你安葬 我不能在我教會辦 可以理解嗎 Duty 但如果你糟糕的事 也不是糟糕 蠻好的事 也糟糕的事 就是你是個很精神的法官 你覺得 然後你是個牧師 然後覺得 找到我在這裡看到愛 要命 我好像直接判你死罪 也不太對 這個時候有一種 就像剛才講 馬克思的用語言 就是Resposibility 他已經不是Duty了 不是照商辦事了 那責任是什麼 這跟他一貫的邏輯是一樣的 這個時候就是說 我們其實人間在處理 倫理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通過法律 通過規則 可是 總會遇到規則例外 而且反而有時候 違反規則 好像更對的時候 那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 你的基礎是什麼 那某一個非基礎的東西 某一個永遠無法在場的東西 再召喚你 但是你陷入哈佛梅特的困難 就是說 我這個良心的召喚在灰煙誰 我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 在社會當中 你知道嗎 我們需要警察 我們需要警察 或者說這個社會秩序 有些什麼 至少警察就算不動的話 警察在那邊 就是一個秩序的表聲 OK 我們不能允許很多暴裂水 或人強很多東西 所以警察存在著必要 OK 你也知道 你警察就是在逮捕那些 違反秩序的法律的人 那我想我在幾年前的學員上面 學生佔領的行政院 而且他們不走 你要拖走他 你拖走他 他們也想到一個很好的方式 就是 幾人高興嗎 讓你拖的 光是這個 警察人數比他們少 你拖不走他 你現在總統 行政院長 還有你的警察已經下一個指針 你做一個指針 你現在給我打 你用警問打斷他們的膝蓋 他有洞和力 一個人再把他抬出去 我意思是說 站在Duty的角度上 你有沒有辦法心安說 這是長官交代 而且我本來就是維持秩序 而現在是違反 違反至少是違反秩序 對 但打得下手 你打得下手嗎 OK 你會不會覺得打得下去 哪裡 沒有白癡人一直說你錯了 但是你覺得 不太對 OK 警察是一個系統化 資訊系統化的過程 法律也是 但是 在哪個時候 他可能需要甚至要 他會意識到他 他是建立到一整套 怎麼執行的過程 他可能違背的當初他 他之所以存在的那個理 或條件哪裡怪 也許在這個地方 有所謂的倫理學 但卻不是系統化的 等倫理學 跟我們以前在哲學系 在學倫理學這堂課的 大部分的倫理學不太一樣 那他用一個種調 責任是指責去實用 在這裡頭也可以說 這什麼叫做他者 你好像沒辦法去描述 我如果這個警察的話 然後想說對對對 我跟我講說 我不能這樣幹 但是說 你平手 我說不知道 沒有哪個白子的一字 說 或者哪一個都會支撐我的 但我總覺得不太對 OK 這才就是這個他者 我就會不太對 做不下去 可是 我找不到立場 說不出來 那他者也許就位在這個地方 有他者的地方 卻有責任 但他不是丟進他們的指責 如果我想到是那些思想怎樣 好 好 謝謝 那在座的朋友 有沒有其他後續的問題 好請說 因為 剛剛講那個 那個 理性跟理性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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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這個 自然律裡面 那個 那個 當初的那個 初衷的本性 所以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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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想到說 當年那個 東德跟西德 東德是不 等於是不準 你跑到西德去 跑過去就開槍 開槍 那如果是 按照Duty的話 你開槍是沒有錯 打死他也沒有錯 這就是違反規則 我的計程本來就在做這件事 如果按照 李鵬手 李鵬手也講 說 你可以開槍ары 你槍 不要打死他 你是光開槍 打不準也沒關係 甚至說 不要傷他 或是傷到最少 那這樣子 就有一點 差別 對 我事實上 就是一個重感 還有一個 在演區 剛好幾次提到 對 職責 責任 剛好叫做 責任 在英文他用這個英文字眼 Responservated 它動詞是Response 或者就是我回應 但職責是不回應的 過這個想說 我的職責就算我回應你什麼 你就是犯了這個 我白職責就是要開槍射殺 我回應你什麼 但是責任要回應 可是你這樣問你是 回應誰 所以他也 德西亞也會說 你有時候會不會覺得說 你覺得良心不安 但是認真去想一想 也許你旁邊的人 或者你自己的問數 那你不安在哪 我不知道在回應誰 是那個人需要嗎 還是你自己需要 這個你就陷入那個 哈梅雷特的兩人是 真的是老爸的亡靈告訴我的 還是是我自己幻聽的 是我自以為的 所以他有時候叫做Aporia 或者說你陷入一個難關 但是我們講的這種不安感 對德西亞來講 可能也是必要的 一個沒有不安感的一個 一個文明學或者一個國家 他們自己 你總覺得少了些什麼 我覺得有確實在這樣 有時候你會覺得太理所當然的東西 你指責我哪裡錯啊 誰知道 哪裡出錯 就是這裡頭 不出錯的地方 反而有一些奇怪的 我覺得這是這個 真相有一點意識的地方 有點人味的地方 好 好 感謝各位 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所以我們今天的講座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還會再 我們最好再請這個 紀經濱老師來跟各位演講 好 那我們再次掌聲謝謝紀經濱老師 今天精采的 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好 謝謝 然後 等一下 就要報告 我們接下來兩週呢 我們推得的六則會先暫停兩週 OK 暫停兩週 所以我們下一次呢 就是5月18日 才會繼續下一場的講座 那我一直幫我們邀請去陽明大學 心智哲學研究所的 林蔭童老師 OK 他來跟各位談一下 到底什麼叫意識哲學 consciousness 意識到底什麼東西 比如說什麼叫意識 OK 比如當你今天知道自己處在什麼狀態 比如說你有意識 睡著了 平衡熟睡就沒有意識 那意識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人 那這些人有沒有意識 狗跟貓有沒有意識 那他會從一個方法的心靈哲學 心智哲學講 去探討這個議題 他派成台灣非常年輕一輩的 三十幾歲的一個心智哲學的研究者 然後我們下一次講座 5月18日會邀請他來跟各位分享這個議題 所以跟各位講說 接下來兩週我們會先暫停 5月18再回規 那接著再預告 在5月18的下一週5月25日 邀請的是大宗教系的鄧元偉老師 他是台灣第一個寫 Laminas哲學 模式論文 他會跟各位談Laminas 列維那是這位法國哲學家 就變成一個很傳奇新的人物 也影響了德西島的這位現象學家 Laminas他的哲學到底是什麼 然後就跟各位預告 接下來兩場活動會這樣舉辦 好 那再次謝謝各位 然後因為我們這首有限 麻煩各位可以起身 我三天棒棒的名字 摺天祥 我們收到旁邊去 謝謝 謝謝